我跟她是在公体一家酒吧认识的 她会经常约我出来玩 而消费的费用基本上都是我来出 有一天她的朋友告诉我 其实她是有女朋友的 我在宿舍 经常整晚整晚都睡不着觉 一整晚一整晚地听歌 一边听一边哭 室友看不下去 他们都劝我 要不就放弃吧 但是我觉得人海茫茫 我能遇到她真的是缘分 我想好好珍惜 我第一次有被人捧在手心的感觉 我希望她能给我一个正确的回复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段影片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感受 在这个节目录制之前 我在跟编导详细了解这个题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编导的气色非常不好 我说你们怎么了 他们说就是因为这个题 弄得他们心里非常难受 为什么会这样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姑娘请上来 看看大家怎么去看 来 掌声有请就对恋人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 小涛 27岁来自安徽 学的是传媒 学历是大专 女嘉宾 加加加24岁来自山东 是一位钢琴老师 学历本科 来 有请有请两位 姑娘 怎么了 她在跟我交往的过程中 我知道她有一个同居两年的女朋友 她一直说他们快要分手快要分手 但到现在还生活在一起 我希望她 今天在这儿能够有一个准确的答复 不要再一直逃避我的问题 你要跟小红在一起 我们以后不联系 还是你选择跟我一起走下去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分手两个字 但是我们已经那么久没联系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分手了 其实你单方面不跟我联系 我每天都给你打电话发信息 你接了吗 你回了吗 但是你每天十几个电话 几十条短信对我只是抱怨跟猜疑 好吧 小涛 你们俩现在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请明确地告诉我 好朋友 曾经是什么关系 我们俩曾经是有一段时间是交往过 刚才姑娘说 你在跟她交往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女朋友是真是假 是真的 那就说你跟她谈恋爱期间 一直脚踩两只船咯 没有 我认识她那个时候 已经跟前面一个女朋友 有一段短暂的分手 然后中间认识了她 她是填空的是吗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她不是这么说的 她是说她有过女朋友 但是已经分手了 她说那个女人年纪比较大 快四十岁了 她不喜欢那个女人 她说她们之间只是各取所惜 相互利用利益的关系 什么叫利益的关系 不是刚开始我是房子到期了吗 然后没有找到房子 就住在小红家里面了 小红是谁 就是我的另一个女朋友 现在她跟你的关系是 现在她跟我是男女朋友 刚才她说比你年龄大是吗 对 大多少啊 十岁 但是她说你们互相之间是利益关系 我怎么理解 没有啊 就是我住在小红家里面了 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 但是她没有说过 那是小红家 第一次跟她去的时候 是她说她晚上看恐怖片 害怕睡不着觉 让我去陪她 去了之后 我看到她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画 是一个女人穿着比基尼 只露着后背 脸是侧脸的二分之一 就是怎么看都看不清长什么样 我说那你知道画上这个女的是谁吗 是明星吗 她说不知道啊 不认识 但是后来有一次 跟她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 从她朋友口中得知 她现在是有女朋友的 我听到的时候很生气 我背包就走 她就出来追我说 你听我解释 我们两个不可能 我们不会有结果的 我只是 我们只是各取所需 迟早会办出来 她说跟谁各取所需 她说跟小红 那她需要的别人是什么呢 住小红的房子 有的时候也看小红的车 每个月小红都会给她生活费 那个大姐给她钱是吧 对 是吗 兄爹 我经济紧张的时候 她会给我一些钱 她说的是每个月都给 那个没有 你的那位县女友知道 有这么一个姑娘的存在吗 知道 她也跟我闹过 也跟我吵过 但是她呢 还是比较大度的 因为我外面朋友很多嘛 肯定都是男女都有 在一起吃饭去酒吧玩 这些肯定是很正常的 不管是我还是她 我们只要不做出 太出格的事 她也不会去管我 那你跟她出格了吗 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跟小红分手了 你说的是实话 是啊 你知道啊 这个人做事 做得太过分之后 老天爷都看不顺眼 编导跟我介绍说 佳佳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我来简短地介绍一下 她的背景 从山东到北京 本来就是学钢琴的 在音乐学院进修 结果没想到酒吧 偶遇这么一个小套 琴也没学成 陷入在情感里 不能自拔 编导说她的这个 这个事情的过往 她有时候可能都讲不清楚 因为太痛苦了 我说那谁来讲呢 他们推荐了一位 据说是你的好朋友 人家都见证了 来有请小涛的好朋友 来有请 听编导介绍说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 情感道路 你一路见证是吗 是的 那你形容一下 这个姑娘在这段情感当中 她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 他们两个认识的时候 她确实是跟洪姐那段时间 是分手了 然后洪姐去外地了 那什么时候 小涛的洪姐又回来了呢 差不多半个多月以后吧 什么时候跟那位洪姐和好的 小涛你自己说 就是她出差回来以后 因为她这个人就是说 她如果说发觉自己错了 的情况下她会给你道歉 她会给你认错 然后就是哭了求我 我比较心软 然后就是没分成就 好那我这么说行不行啊 当这位洪姐又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进入到了一个脚踩两只船的状态 是吗 是 你们朋友都知道 她跟佳佳的那段感情 就是说 他们开始差不多在一个多月以后 就佳佳基本上每天都会给我打一通电话 他们俩谈恋爱 她为什么每天给你打电话 我们俩特别好的朋友 因为她 从刚开始 我们感情非常非常好 到慢慢 不知道为什么 她变得对我越来越冷 但她不接我电话 不回我心 我没办法只能给她的朋友打电话 你们俩正经谈恋爱谈了多久 我们是四月在北京宫起的拿铁认识的 六月初的时候算是正式在一起 然后到九月 她开始变得越来越冷淡 那就分手呗 那你在那纠结什么呢 我第一次见她 我觉得她像一道光 很耀眼 然后对她印象很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会联系 经常约出来 约出来去酒吧 或者去唱歌 或者去宵夜 她那时候真的很好 她会把胳膊架在我身后 不愿意让任何人碰到我 撞我一下 她会一直一直牵着我的手 但巴不得让全世界都觉得我们是一对 她会在吃饭的时候 然后我喜欢吃什么 她就点什么 妈妈还在会再快买单的时候 问宝贝你吃饱了吗 你想吃什么 我再给你点点吧 说到这儿 我只是问问这个小孩 第一 她跟红姐分手之后还住在红姐家 是吗 是 第二 红姐一直稳定地给她每个月生活费 是吗 这个不一定 好 第三 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这个女孩买单 是吗 包括你们跟她一起吃饭 也有时候是其余的哥们一块卖 谁多谁少 女孩掏腰包的次数多 还是她掏自己的腰包次数多 说老实话 他们俩互掏腰包的机会比较多 你这么问她能说实话吗 那这个问题就抛给她 问她自己吗 每次出去吃饭 谁买单 有时候我买 有时候她买 谁买的多 相对来说家家会多一点 你跟她谈恋爱 谈了这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对吧 对 花了多少钱 我没算过 但是我只记得当时来北京是贷了三万多块钱 然后跟她认识之后 我会经常跟家里要钱 比如说今天打了三天 过两天我又要 你就前天后后问家里人要了多少钱 十万块钱 就一个月小两万块钱的开销对吧 对 每个月一万多 明白了 而且是除了生活费之外 但是我在学校是很省 就是说能吃饭不会吃很丰盛 是怎么最便宜 我就吃什么 借着本啊 她跟红姐谈了多久了 差不多两年吧 红姐特别喜欢她吗 是的 她刚才自述说她跟红姐吵架的时候 这个次数比较多 她跟红姐基本上就是三天一吵 五天一架 最后一般都是谁投降呢 据我所知一般都是红姐 因为她年龄比涛哥大嘛 她比较珍惜 我见过一次 红姐在她面前抱着她跪在地上认错 抱着她跪在地上认错 对 那这红姐犯了什么错要这么给你认呢 其实也没什么 反正就是一些琐事 涛哥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很尊重你 也很佩服你 就在职业上或者是做人方面 但是在就你这段感情里面处理的 我觉得非常的不合适 加加真的很爱你 所以我觉得你挺自私的 你知道吗 她经常就是整首整首的失眠 然后半夜哭着给我打电话 就我想通过我了解一下你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呀 为什么不联系她 你知道吗 她一个人来北京学习挺不容易的 挺难的 有时候要因为要去跟你一块去酒吧 或者是陪陪你啊 白天又没有精神上课 还得骗着她的家里人要生活费 其实她真的挺难的 所以我觉得你挺自私的 什么都是为了你自己 然后加加我也有一些话跟你说 你继续这样坚持根本就不值得 涛哥他对他自己的感情理不清 你们这些朋友都看到了 对 加加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放弃了 放手吧 你现在最主要的是完成你自己的学业 我相信没有他你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 至少还有我们这些朋友 有你们呀 更麻烦 你们一起出去吃饭怎么好意思 让你姑娘买单还是外地的 你们都有工作 人家还没工作 你们怎么好意思下得了这手的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吗 我们去吃饭都是他们私下买 其实并不是我真的是爱花钱 只是我希望在她面前表现得大方一点 我希望她觉得我能高其他女孩一等 因为她人缘很好 也有很多女孩都喜欢她 有很多女孩喜欢她 确实 我看过她转信 还有微信 然后像我对她这种死心塌地的女孩 不止一两个 有几个呀 至少有 来哥们说吧 有几个 起码也有 还有三四个吧 小涛啊 但是她们不是那种 就是她跟她们不是那种情侣关系 只是那些女孩很喜欢她 谢谢啊 来请回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希望她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你是想要和我继续走下去 还是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挺对不起佳佳的 我也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东西 然后就是我今天之所以过来 就是我想给你一个交代 既然我们已经分手了 然后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做好朋友 你永远都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朋友 你真浑的 人家让你说清楚 你就不说清楚 姑娘我理解这说清楚 是不是分就分干净 是 如果没办法跟你做普通朋友 要么以后我们不要联系了 要么你就跟我在一起 也不要太花心 她可能不知道我在宿舍的状态 我晚上会特别特别想她 我睡不着觉 我就一边听音乐一边哭 我就把自己蒙在被子里捂着嘴哭 我也怕室友听见 每天早上醒过来 我准备都是一摞一摞的卫生纸 我因为想着想着我吃不下饭 最瘦的时候 我室友说你怎么了 你那脖子是不是拧一下就要断了 我因为他我撒了好多谎 我不是一个喜欢撒谎的人 我又要骗家里人 我说我在北京喝多 所以消费多 所以就跟他们要生活费 又骗我教授 我现在都不敢去见我教授 我跟他说我上病了 我不能上课 我觉得我对不起好多人 我不知道明天的路该怎么走 我真的看不见 我看不见希望了 我现在这样 我没有动力 我不求他任何 只要他能跟我在一块 你给这姑娘下了什么药了 其实我觉得 咱们俩做朋友还是挺好的 但是做男女朋友真的不合适 你有多少个这样的女性朋友呢 一个 只有他一个 只有他一个 刚才你哥们不是说 还有三五个的吗 那个像那种 只是他们对我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 哇塞 你就一做小白脸的 直说不就完了吗 既然陆老师把这话点破了 我就接这问姑娘 是不是即使陆老师把这话点破了 你也愿意死心塌地地跟着她 是的 那就没办法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大家会这样 这是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说过 我们的编导气得都不行了 又替她气又替她难受 怎么办呢 她是什么人 大家已经听得很清楚了 说不说我觉得都没必要了 但是我们如何来帮这个姑娘呢 听听我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先跟这道光说两句 人有很多种生存方式 所以兄弟你真的 我们拿你没辙 你没干违法的事 你愿意出卖自己的精力 体力换取金钱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呢 除了法律 那个底线之外 还有一种东西叫道德 如果你觉得自己 还应该有一些 做人的道德的话 就别在这儿再说便宜话 什么做好朋友 你多轻松 当初你骗人的时候 你干嘛去了呀 人不能无耻到这种程度 就俩字消失 不要再出现在 这样的女孩生活里 出现在家家生活里 也不要出现在 这样的女孩的生活里 彻底消失 这女孩说两句 觉得过不去的坎 其实到最后都能过得去 人这一辈子 难免碰到几个人渣 谁都无法避免 最关键你别把人渣当宝 也许上天注定了 你在这个年龄 遭遇了自己第一场恋爱 付出了自己所有的感情 你要想救自己的话 就让自己彻底戒了 这个男人 就像戒毒一样 他给了你无限的欢乐 但是他是毒品 他会害你一辈子 你必须戒掉他 要不然这辈子就完了 你不光为了自己要戒掉他 也要为了自己的父母 为了所有爱你的人 只有你自己能戒掉他 实在不行的话 借助心理医生的办法 你能走出来 我们都碰到过人渣 我自己也曾经碰到这种情况 不能自拔 我活过来了 活得还挺好 你也能活得很好 前提是你要自救 中国有句老话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开始我挺同情这孩子的 后来我这个说了这么半天 他还是这种状态 这是我感觉到挺气愤的 我说我有这么个女儿 我真的打他一顿 你说谁有这么个女儿 你说家里省这点用的 供你在北京学钢琴 你逢手你学也有成了 根本弹不到 还泡酒吧去 那种地方不是你学生 经常触摸的地方 你在那种环境生存 肯定会出问题的 小涛 他那个眼神我就感觉到 他到现在没感觉到 我的行为哪块做的不对 这是非常可怕的 哎呀我在想 我有你这么个儿子 我该怎么办 小涛 今天你能参加这个节目 我感觉对你人生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环节 你如果按你的理念 再这么生存下去 生活下去 我把话放这儿 你还会出事儿 出大事儿 他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 完全没有感觉到 我很卑劣 或者我很窝窝 他完全没有这感觉 所以他站在那边的时候 季宇轩啊 油头粉面 骗财骗色 连学生的钱都骗 恶劣到极点 像这么单纯的姑娘 好好的跑到北京来学钢琴 几个月骗走十多万 还不算正儿八经的 要从他身上骗钱 正儿八经要骗钱 那个人住在人家家里 还不知道花人多少钱呢 所有的姑娘 我跟你们说一句话 千万不要成为男人的提款机 一个正常的男人 堂堂正正男人 就算再穷再穷再穷 他也不好意思 一次一次跟姑娘 跟自己爱的女人去伸手 在座那么多男生 你没有那么一次一次 往姑娘几个月身上 套十万块钱吗 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吗 干得出来吗 没有钱 没有关系 我们两个人一起 吃路边摊可以的 两个人一起打工挣钱可以的 这才是男人干的事情 姑娘 你不要哭 你看着我 我要教你一点东西 你刚才说了一段 非常动情的话 他走路的时候 总是护着你 点菜的时候 点你爱吃的东西 总是嘘寒问暖 这些东西 你觉得是爱情 其实是惯例 这是一个技巧性的东西 爱情什么最重要 忠诚最重要 没有忠诚 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你的 你谈什么爱情 有什么爱情可谈的 这男人是人家的男人 你谈什么呀 你跟自己的幻想 在谈爱情 最后一点 女人在男人的面前 千万不要卑微 因为你越卑微 你越哭 他越烦你 陆基老师说的不错 男人是别人的男人 对你再好 那也没用 你何尝见过一个真正爱自己的男人 会让他一天到晚买单吗 你何尝见过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让你一天到晚心惊胆战 才床头哭泣吗 你何曾见过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总是不给你任何承诺吗 你见过吗 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 对于伤害自己的人的原谅 一次是善良 两次是包容 第三次就是犯贱 这就是柏林老师所说的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一直尝试在想象 他为什么会是一道光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人喜欢 后来我想明白 还是那句话 没有独立的财政 就没有独立的人格 没有独立的人格 就不会有完善的审美 你们的审美是扭曲的 你不过是看到了他的外表 和他对你的甜言蜜语 却永远看不到他对你的忠诚 接着我又在想象 我应该如何来说服你 我跟你讲个故事 有一对夫妻 彼此之间非常的恩爱 生活上也非常的富足 有一天这个男人的公司破产了 两个人回归了贫困 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 但是这个男人依然对他的妻子说 你放心我依然能够东山再起 这个女孩相信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到了冬天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男人有点不正常 他每天很晚回家 回来之后就一直往 这个浴室里面冲 去洗澡 洗了澡就睡觉 他在想这个男人是不是出轨了 有问题啊 他质问他 你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一回来就冲往浴室呢 以前你都是让我先洗 这男人对这个女人说 老婆我现在很穷 我一无所有 我们从大房子搬到了小房子 就是我们的浴室 设备都这么简陋 寒冷的冬天 我觉得如果我先洗的话 可能你后进来洗 会更温暖一点 我虽然一无所有 但是我想在我尽可能的情况下 我给你一摄氏度的温暖 这才叫真正的疼女人 像你这样百般的去倒贴 回来落得个这么样的一个下场 除了家人把你当宝 别人都把你当妈布 就包括他今天 始终不肯说我们老死不想往来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他就是希望偶尔他没钱的时候 你还可以当妈布过来妈一忙 你已经沦落到了这样的境地了 你还在这儿起怜你所谓的爱情 还在说它是一道光 还在说它即使是小百里 我也誓死相随 你觉得你还有脸吗 不自爱的人 我相信他永远都不懂得爱情 你自爱吗 将来要自爱吗 回答我 你要 你愿意掉头离开吗 你回答我 你愿意吗 这个男人还有什么 值得你留恋的 你说啊 算了吧 总有一天 你跟红姐一样 抱着她跪在她面前 向她哭泣的时候 她再问你一句 你还有钱吗 那个时候 你才想掉头离开 就这样 所有的话你真的听进去 像嘉嘉这样的姑娘 不是一个两个 所有看我们节目的父母 别把自己的女儿 我也有女儿了 保护得像一个温室的花朵一样 你以为她保护了她 她被狼叼走的那一刻 你无力保护 在他们成长的时候 告诉他们该懂的事情 别让嘉嘉这样的悲剧一再地上演 这是我想对那些父母说的话 嗯 换一个场景 你现在所面对的这个男人 就好比他在抽你父母的耳光 你看你生了这么蠢的女儿 养了这么蠢的女儿 我想骗他我就骗他 你拿我怎样 抽到父母的血 是啊 吸那骨髓 所以我搞不懂 你为什么到现在态度还不能决断 嘉嘉 如果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给他跪下 他一定不走 你跪吗 不会 为什么不跪啊 愿意跪吗 愿意 你现在不就跪着呢吗 所以老师只是想帮你站起来 我如果是你 对着镜头前 我要相信马丁老师说那句话 也许你的父母 或者你父母的朋友 正在收看这期节目 跟他们说 说完以后 怎么处理你们的事 你自己来处理 来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曾经非常要好的室友 我没有听你们的话 我现在还放不下他 对不起我的老师 王老师对不起 我一直骗了你 我内心也非常的内疚 我回去以后 我会抓紧一些时间 跟你上课的 我会极快把资格证考出来 哎呦对不起 对不起 爸爸妈妈 我知道我做得不对 是我不够成熟 是我想的不对 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嗯 你对得起自己吗姑娘 对不起 想对得起自己吗 想 来 站到他面前去 告诉他说 不管你以后怎么样 我都不会再上你的道 我都不会再上你的道 然后你转身回去 别怕 你得面对他呀 省得到时候人家帅帅的一道 眼神光又给你吸引走了呀 用你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告诉他 过了这一关你就过了 去 别怕 来吧 怕上 看着他眼睛说 没多帅 有多帅呀 我想跟你说 对于我们之间的感情 对也好 错也好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我一丝力气都没剩 我觉得我问心无愧了 我希望你以后的道路 可以一切都好吧 今天既然来到这里 现场的专家老师 也跟你说了这么多 放手吧 我也希望你尽快走出来 重新开始你自己的生活 佳佳 看清楚是个什么人了吗 还为他哭呢 我承认我现在 还是有点舍不得 但是我相信 时间可以停息这一切 好 我现在告诉你 往那边走是 离开这个现场 是一条生活的大道 往那边走 是继续等待 准备被他欺骗 大道 你帮蠢 我说我们的 涛哥最聪明 人家夹我们之手 把一个很麻烦的事 给甩了 涛哥特高兴 回吧 气死我 怎么会有这么 这个问题 陆琪老师 你必须回答一下 我都特别想弄清楚 实际上是给电视机前 很多的女性朋友问的 为什么在我们看一些 很普通的男生 往往能够拿很多的女生 是拿在手里 这个事情我也要跟 很多姑娘说 你把这个陷阱 赶紧跟大家 这个揭开 对 也要跟很多姑娘说 像这种男生 他所用的手段 是一个什么 要造梦的手段 他用各种的方式 比如说关心你的方式 英雄主义的方式 来给姑娘 造一个梦 好像 你看到他是一道光 他把自己营造成一道光 这种姑娘 一般都是什么 都是或者是受过 严重创伤的 或者是没有什么 恋爱经验的 他就给你造这么一个梦 然后就牢牢地控制住 是一种思想 跟精神的一种控制术 我相信 当他今天离开这个现场之后 再想起这个臭小子的时候 就会想起 我们今天几位老师的话 他会度过这段 最黑暗的日子 接下来咱们